特别有办法接受说你看到那个萤幕 同时就有几十则柯黑的留言 来骂你 你私眼啊 歧视啊 然后说你民众党好感度很低 你有办法Po得住吗 你要势必很好才看得到 那一直在跑吗 你看久了就会看得到 就看得到 因为你要跟观众互动 所以你一开始就觉得哇好快好快 到后面你会发现喔 你的眼睛已经习惯了 可以跟着跑 对 你就看来 你再来就回答久了 你就眼睛都看得到 上罐 好 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看 科P很实在 今天 表情到了超级烈 来比同样非常实在的 馆长 陈志涵 大家好 本来要送你一件 木科最新的T恤 我要送你这个最热卖的7.37 不过我怕那个 没有你适当的尺寸 改送我们最大的 Oversize 因为身材实在太大了 OK 这一顿不能穿下去 勉强晒一些 官长喔 你晚上七点睡 白天七点起来 七点三十分可以上班吗 没有 七点三十分在睡觉 我是夜猫子 所以七点三十分我还在睡 我大约是中午左右 中午一两点左右开始 起来背 然后我们 因為我們要練繩子,我們要備餐啦 自己要備 然後再來就訓練 政治人物你都不知道他每天在幹嘛 對,自從柯P出來講這個 早上之後就吵成一團嘛 大家也都要早起這樣 我覺得很好啦 其實我們的時間也很像 因為我一起床就在工作 所以我一起床 只是我們的時間 不一樣 不一樣,但是工作時間長應該是 我應該還差不多 搞不好我比較長 欸你這樣很少看到太陽 對啦,可是下午出去就會看到啦 看到太陽沒幾個鐘頭啊 兩、三年出去五點 一天只看到四個鐘頭陽光比較 而且不一定在室外 我們都要室內連 柯P之前一日北高的時候 有說過自己的激勵有點變少 你有沒有打算跟館長一起去 下午一點開始健身 下午一點是沒辦法 下午六、五點、六點應該要 沒有,我們今年啦 今年趕在看什麼時候 10月還是10月 我在台北市有開一間啦 哇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幕 在哪裡 在那個民生社區 民生社區 很近啦 就是民生社區 好,洗腳拉喝氣還可以 覺得柯P應該在練哪裡 他全身都可以訓練 他肌力訓練本來就是全身的訓練 你可以每天排不一樣的 教練會帶你做不一樣的訓練 然後就是一整週做全身的訓練 好 好 到時候去參觀看看 OK OK 請教館長喔 你也是直播所 那天那個黃國商在講你 他說你最厲害的是 鏡頭換在前面 還自己控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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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自己用自己一個小鏡頭 然後自己 比想說你現在抓什麼資料給大家看 你要自己會用那個OPS 然後在自己電腦上面做 那你除了後面有一個大螢幕 不然你怎麼知道那個控制 因為你正前方有三塊螢幕 有三塊電腦螢幕 然後你可以把左邊那塊螢幕放新聞 中間那塊放螢幕 右邊那塊放螢幕 所以你要自己變來變去 對然後你要自己拉花式 給大家看 然後人變大變小都可以變 做久了就會了啦 其實這也沒什麼 那我應該去受信訓 重點難的就是你要看著你自己 在比方一個螢幕在前面 你要每天 跟他講話 因為跟他講話就是跟觀眾講話 然後你要看習慣這樣 哇你看喔 那個館長連那個導播的錢都省下來 小本經營 因為我每天在開直播嘛 但是如果你邀來賓來 那就不得了 就像你們一樣 一定要很多攝影師啊 幾台機啊這樣子 但是你平常的時候你 譬如講說你一到五 你有什麼事情想跟觀眾朋友講 你可以自己開 就很省 你在家裡面架一台 你今天工作完了 回到家 跟觀眾講個五十分鐘一個小時 說開就開 說關就關 他是很Live 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那些工作的人 開始在冒冷汗 那不會啦 他們還是有他們 拍片的需要 想說他們快要失業了 我很期待你拿拍棒子 拍片有拍片剪的人員 因為你直播漏漏等嘛 有時候還是要靠這些人 去剪接你的精華 不好意思啊 可是柯P有辦法接受說 你看到那個螢幕 同時就有幾十則柯黑的留言 來罵你 你撕眼啊 歧視啊 然後說你民眾黨好感都很低 你有辦法Hold得住嗎 你要視地很好才看得到 那一直在跑啊 你看久了就會 就會看得到 因為你要跟觀眾互動 所以你一開始會覺得 哇好快好快 到後面你會發現喔 你的眼睛已經習慣了 可以跟著跑 對 你就看來 你再來就回答久了 你就眼睛都看得到 所以你要學著喔 比較好的言論去看啦 比較不好的言論就不要理他 不然就是要找個板手去幫你扁掉 就這樣 是比較不好的言論 直接噴嗎 你要噴也可以噴 那看 每一個人 像我是噴啦 這樣可能主席他的立場 跟他的形象就不適合 你上一次 我有看到你在那個 直播節目在X我 什麼咳咳的 很不會做的 你全部看 對不對啦 醋鼻沒有那只是好玩 全部那個還好冰淇淋 現在賣得怎麼樣 他現在剩一點點 就剩一點點 他現在還有啦 還有一點點 他有到四萬杯 那時候賣得蠻好 二十幾萬杯 賣到剩四萬杯 這樣可以接受 現在還慢慢動 慢慢動 因為很多口味好吃的都沒有 就剩下一些 普通口味 也不是普通啦 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熱銷的口味這樣 喝屁上是吃的那個口味買得好 那個也是賣得不錯 不過那還有 因為蜂蜜 蜂蜜 蜂蜜牛奶 那還有 大家比較喜歡吃那種巧克力 對不對 我要問館長 你現在在台北開健身房 你的 想像 這個生意 將來在台北 其實我在台北開健身房 我也有講過 我在台北開健身房應該是最後一家 未來的日子 我可能會維穩這幾家 我不會想要再開 因為我個人覺得 在台灣健身已經到一個臨界點 會嗎 臨界點之外加上法規 對健身業實在是很不有效 所以我們在法規啊 在做這些公安啊 在做這些消防啊 都很兇勤 欸我問你喔 如果我顧一個老師 在那個公園 帶運動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大家願意去的話 然後大家不怕吵 因為公園總是 你要放喇叭嘛 然後在那邊放音樂嘛 那如果周遭的歌 沒有意見 但是我想如果是 太早應該大家有意見 因為他會吵 不然那個老師費用 其實大家去勤給他 沒多少錢 如果大家願意跳的話 我一直在想說 做什麼運動比較恰當 你最厲害的就是你騎北高嘛 那個腳的力量很重要 那 你也沒有 那個其實還是算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 那其實你要做一些 主力訓練 就是像拿啞鈴的 或是器材推啊 拉啊 蹲啊 這些所謂的主力運動 對身體現在是最好的 一週做三天就好 就效果是最好的 現在世界 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美國一些組織都有說 現在這樣子最好 主力訓練 超越有氧訓練的功效 因為大部分人喔 都是肌肉流失 流失之後就開始 肌肉沒力嘛 啊肌肉不保護他嘛 那你就骨子疏鬆 肌肉流失又不運動 長時間 你就會造成這些病嘛 上門這個髖關節都壞掉了 那你目測柯P這樣子 直接做 腿推 槓片可以掛幾公斤 我是覺得以他騎腳踏車 他應該是 肌力應該是中上等 絕對沒問題 沒有 我只有下半身好而已 上半身手沒力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時間去換 去換 都可以用訓練去換 那館長腿推是多少 我就難算了 我以前到現在我就難算了 我有推過 那種 腿推 有推過那種800多公斤 900多公斤 所以那個不能算 那柯P大概 他應該 100多應該沒問題 應該比初學者好很多 我覺得好好的練應該 好好的練 對啊我一直在想說 應該全民要運動 運動那麼一個 不受空間時間什麼限制 就只有健身房 只有健身房 台北也是太愛下雨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地下室 開健身房 還要裝過去運氣機 還要裝幾百萬 空氣清淨氣要裝幾百萬 幾百萬 加加規定 環保宿 哇哇哇 那柯P你會做深蹲嗎 可以啦 要練也可以啦 深蹲 運動很重要 就是說要怎麼在 這種都市你知道 來推廣運動 你說採揮輪 你沒有一個空間讓你吃 採揮輪很刺激 採揮輪老師會帶的 你會騎得很爽 為什麼 他會放音樂很嗨 然後所有同學他會在那邊轉 因為轉他就越來越難踩 然後他會轉過來喔 加油 幫你轉 然後你就越踩越難踩 是啊 人家腳踏的時候是有一個 風景的感覺 對 那你就在那裡看這個 他會帶 除非你弄個大一幕 他會帶氣氛 他會 老師會 在你面前跟你一起採 然後他會 叫你 手機起來 然後他會叫你很像在 腳踏舞就對了 然後你就跟著做這樣 很好玩 腳踏車要跳舞 我本來是很喜歡騎腳踏車 但是我後來發現 你去騎騎看 有著飛輪客 真的超好 你們健身房有飛輪客 你們健身房 每家健身房幾乎都有飛輪客 飛輪客的老師就是都很陽光 就是會一直叫我 你跟上啊什麼的 然後大家同學一直做什麼動作 然後站起來 坐下去 然後什麼什麼就很好玩 你知道你的幾月開明 10月 我們可能10月11月 那還早啊 那時候大家去參觀一下 所以成績師和民生館好的時候 館長會帶著科技去做飛輪 希望大家多點來 每一個人都來參觀 然後 順便買個課程 然後好好練一下 可以處理的我們處理啦 不要說買 你從去年中文大選到 現在這樣子 10月 3個月啦 3個月多了 2月3月10月 對 還不到3個月 你現在覺得 有什麼心情上的轉變 完全沒有轉變啦 選前很忙 選後也是很忙 每天都不曉得忙 你都沒有那種 選輸的覺得 不會啦 關起來 然後先大哭3天 我要哭什麼 好像沒有喔 我旁邊的 不要更想哭 沒有啦 還好啦 我覺得這個 我每次都跟我們的 這些支持者講說 你不要把他當作失敗 你不要把他當作 賣相成功的心理 所以還好 心情是沒問題的 就是每天一樣 每天還是 那我們最近 最近你們又要選舉 你們又派出了 一個賣療鄉的鄉長 不是啦 這一次六個地方浮選 我們看一下 幾個理由啦 第一 當地有適合的人 第二 我們去查 我們賣療怎麼得票率這麼高 總統大學的時候 賣療得票率34% 後來查 對了 六青 台那邊都是工廠比較多 因為有六青 除了六青 六青還有上下游的工廠 有工廠就有年輕人 有產業就有年輕人 先知道你有基本盤 但後選人也不錯 因為 他是一個 他本來是念序幕系的 後來去北一大學 念碩士班 細胞跟分子生物學的 後來自己本來在 給人家顧 都做那個生計 後來 他又自己開什麼 月光下農場 做這種地方創生 跟他太太 所以他算是高學歷的 然後有科技業工作過 現在又回去做地方創生 做這種生態農場 所以 資歷完整 還有一點他上一次選過 有點有資歷 所以 綜合評估看來 當然我們不是說一定會贏 但是 至少有機會贏 有地方你一看就說 哇這個要怎麼選得贏 很難 這個地方是看起來 其實也是環境對我們比較有利 主要是這樣 所以長時間這樣子估算起來 你現在應該已經在想辦法佈局到2026了 你黨主席的責任現在就要開始思考 因為明年就要派人選了 大部分明年就要開始拚了 年初就要開始 然後不然不然不然到年底又要輸贏 明年才2025還早 大部分都前一年就開始吵架了 初選嘛 各黨都要初選嘛 其實政黨是人才的競爭 因為我們是新的政黨 也沒那麼多人才 所以還要從那個什麼里長訓練員 什麼海選訓練員 這樣一步一步做上去 沒有想像那麼容易 其實人才的培養非常花時間 是 麥條一次對決三個民進黨 沒有啦 他本來那個地區 這一次很有趣 他第一個是民進黨 然後不用民進黨去選 一個是民進黨變國民黨 一個是他是無黨的 但是偏民進黨 所以基本上他都是 三個都是民進黨 都是民進黨的 天啊 這也沒有什麼天啊 其實那個地方 黨籍倒不是重要 有時候反而是鄉親效應 個人效應 所以那個 應該本來是民進黨現在變國民黨 因為人家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以前是民進黨 這叫無黨旅選 這很奇怪 然後這個是 無黨旅選 但是比較偏民進黨 這也沒有什麼 就是 我們只要努力把我們的候選人推出去 證件要貴啊什麼的 有時候你還要去騎台 掃街 有在想法 有啊有啦 我四月五號晚上就去那裡 就開始廟口開講 然後就 就去那裡 我還排那個行程很有趣 一開始我說我全部住在廟裡面 就去那裡 就去那裡 相隔大樓 後來想一想不行 我們要深入民間 所以 每一家去住一個晚上 幫人家介紹一下 當地的美食 住進觀光 當地的一些 產業啦 美食啦 有時候還有觀光工廠啦 還有一點啦 我覺得很重要 學習 我最近有人在講說 台灣面臨哪些問題 哪裡需要你坐在台北的辦公室下 你到鄉下去走一走 跟他聊天過程當中 就慢慢說他問題出在哪裡 比方說六清啦 六清是台灣很重要 十八三月 他到底有什麼問題 還有那個Ecova 把他那個優惠取消有什麼影響 這個很多 你每天在台北 看天空變經理之外 我就 我們去那裡了解 我覺得對我來講 其實所謂long stay 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學習 我們要更了解 了解當地 還有一點 然後每次去你知道 我都跟他講說 有問題的趕快拿出來 我們看一看 因為我們立法院 還是有巴西立兒 我們當地也有縣議員 所以可以 我倒覺得這樣 不敢說你講的十件事情 我都幫你解決 解決一段沒有問題 像一年365天 好像都沒時間休息 你看你一到五 要早上七點半開會 六日要去跑浮險行程 沒有啦 還要去跟小草見面 對不對六日 這也還好 其實我跟你講喔 你那個時間 你不工作你要幹什麼 跟我一樣 一年365天 人家說休息 我說不用 工作就是我們的休息 工作狂 工作就是我們的休息 以前當醫生也是工作狂 對啊 聽過2018年雲林的那個 麥療鄉長事件 有一個要選鄉長 突然他說那個 蘇智文說 要讓他去接他的棒 選那個立法委員 那時候蘇智文立法委員 在喔 截止前 登記截止前半個鐘頭 他突然宣布說 他不選連任 啊 然後就 就一個地埔上去 安排好了 這是一個戰術對不對 戰術 跟說我要選喔 我要選 所以你們都不要登記 我很強 然後到截止前30分鐘 就不選 我不選 找他們地埔 就有人去趕快報名嘛 那既然我不選的請大家投給他 結果氣死那個賣療的鄉親啊 他都是雜氣 怎麼會搞這個喔 有有有 結果後來很好笑 大家就說發起那個叫廢票聯盟 結果雖然是一人競選你知道 結果那個廢票比 投一大還多 還多 這也是台灣自治史上一個 這是很丟臉的事情 也不是丟臉啦 我跟你講 什麼奇怪怪的事情都有 說到奇怪的事情喔 其實大家現在那個雲林在鄉親也在傳說 這個光電業者在選鄉長推光電專去 是不是也覺得蠻奇怪的 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叫什麼利益衝突 選鄉長的人他自己是光電公司的 然後台大也是負責人 這叫奇怪 這個叫利益衝突 他們現在都不會做旋轉門條款 大家也不會閃不會逼 算是利潤很多 所以這為什麼台電會虧大一兔 台電為什麼兩年虧4千億 是 你就是綠電買太貴嘛 光電通電買很貴 你買7塊多 賣3塊多 不是賣一度 賣一度電就虧3塊 而且他們還要再把它擴大 繼續虧 繼續擴大 所以台電就很慘 有時候說錯誤的政策 比貪戶還嚴重 你說他貪戶 他說不會啊 我就買這個價錢啊 賣這個價錢啊 這價差 才會虧損啊 虧損 那我們大家要把電費長一長好 這也是很麻煩 這個有時候 你說他貪污 他說沒有 不然你賬這給你看 哪個地方貪污都沒有 那你如果賣了 這次選輸了 會不會 哭哭 不會啦 我跟你講 一樣嘛 我們那個其實地方選舉 沒有想像那麼容易 你不做 永遠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想想看喔 台灣在歷史上 第三勢力 我們到26%了 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那個政黨票22% 你知道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第三黨得票率超過9% 我覺得這次算是很亮眼的成績啦 失敗還是失敗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他是跨出低部 這跨出低部的基礎上 你是要繼續往前進還是往後退 你要往前進 那就要忍勞力 現在是那些拜訪館長啦 人家館長的那個 那個錄影設備都比我們好太多了 主要是你以前來吃飯 我吃飯我就不吃了 我排斥了 我每次去 我都在節目上講 我其實 話都沒有講 就一直吃了 現在比較硬 好啦 掰掰 謝謝館長 謝謝 邀請我來 謝謝 不要啦 我請你來很不容易 我們比較不好意思 這邊衣服 有整套的還有帽子 對 對啦 我們這個整套衣服 整套這個帽子 那這不太好嗎 我不曉得 不太好嗎 應該不錯了 就都已經7點半都快端過了 這個帽子有三個顏色 還有衣服 但是我不曉得你穿得下 穿不下 穿不下給你的助理 我們公司很多年輕人愛你 他們會用搶的 好 他們都會搶的 謝謝館長 謝謝館長 親人比較愛你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柯P很實在